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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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知不知道 在非洲 我們也為這個世界做很多事 我們在非洲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因為工作的原因 我去了非洲 我現在想問 如果你只有86小時的話 你在非洲可以做什麼事 你知道非洲 非洲是要吃一種叫做虐瀝的藥 那邊的蚊子 如果你盯到的話 都會得虐疾 然後那裡的小朋友 如果他們的那個病歷紀錄表 只能寫到六歲 就想說為什麼只有到六歲 因為在那邊可以活過六歲 就是奇蹟 那我因為一個原因 要去非洲拍 救災的紀錄片 讓台灣的有錢人可以捐錢 可是86小時 你到底要拍一個什麼樣的紀錄片 我就說 這樣好不好 我做一個提議 我覺得呢 我們可以找一個非洲的小朋友 被我們曾經捐贈的小朋友 我們跟這小朋友一起去旅行 去我們台灣人 蓋過的所有地方 我們去旅行 然後由他的觀點 來告訴我們這些捐贈者 做了什麼 然後我們感動捐贈的人 然後我們不要去拍那個 每分鐘就有一個蒼蠅在這邊 然後一個孩子死於艾滋病 我們不要拍那個 我們拍 帶一個孩子在非洲旅行 你覺得好不好 認為 拍我剛剛提的專案 好 還是說拍 每幾分鐘就有孩子死於艾滋病 然後蒼蠅在臉上的 認為拍A案的 就是帶一個小朋友去旅行的 請舉手 好 謝謝 因為拍B案的請舉手 沒有關係喔 好 你們都沒有舉手 你們真的太好了 我的客戶說 李婷請你不要這樣子 我們只有86個小時 你從到了之後 你下飛機 你到飯店 你從A點到B點 就從台北到台中的距離 你知道非洲是一望無際 什麼都看不到的 就是你在這邊 看到那邊下雨 那邊已經是台中的距離了 然後你從這個孤兒院 到另外一個孤兒院 就已經是台北到台中 我們沒有時間去做那麼多 你就真的把路上 有那些捐贈的鞋子 堆積成這樣 你把它拍了 你把這件事情做好 你不要弄得那麼複雜 而且我們還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去見非洲馬拉威的總統 你還有這些要拍 你拍B案就好了 我一樣給你那麼多錢 要是你聽到這樣 你心裡什麼想法 你的客人還是願意付你那些錢 可是我們都想拍A案對不對 我不放棄 我到了孤兒院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做了人性的第一件事 我用食物的溫飽來誘惑 我想要的男主角會出現 因為他們說你在86小時 你怎麼可以找到一個世界的男孩呢 我說不會 我一定會有 我就帶了一大包的口香糖 還有糖果 來來來來來來 很奇怪喔 就算你不會說非洲話 你英文也不好 可是只要你做了一個 全不同的動作 所有小朋友都知道幹嘛 就是你要送禮物了 我們就撒糖果 送這個口香糖 各位知道 這個動作會讓我找到一個 我想要找到的男孩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一定會在這100個200個的孩子裡面 發現到一個人對於禮物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這個小朋友 把他的糖還給我 他說他已經有了 可是他的朋友沒有拿到 你們可不可以把這個糖給那個人 是你 你會不會選他 會 而且他的名字很特別 叫茄莉略 太棒了 居然有個小朋友的名字叫茄莉略喔 然後你看他的手 馬上就有蒼蠅 怎麼拍都有蒼蠅 然後他也活過六歲了 二話不說 我再度打電話給台灣 說我找到這個男孩了 我現在可以帶這個男孩一起去旅行 如果我已經這樣做了 你們願意支持我拍A案的請舉手 現在已經找到這個男孩了 願意支持拍A案的請舉手 好 還是一樣的多 我立刻帶他去 可是我的客戶還是不同意 還是不同意 馬拉威的公路只有一條紅綠燈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條公路 我們真的藉由茄莉略對一切的好奇 他說為什麼這條公路 為什麼每個人走 他不是問公路 他說為什麼每個人走那麼快 你以為非洲是很悠閒嗎 沒有 每個人都走得非常快 為什麼 因為他不見得能夠搭到公車 然後他看到那邊已經在下雨的時候 他會快步的趕快走到下一地方 他也沒有遮阳墓 所以走得很快 然後呢 他還會問其他的問題 就是我們帶他去別的孤兒院 他也會看到別的孤兒 但是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你帶他去旅行的時候 這個六歲 這個六歲的小朋友 各位你們知道嗎 在你們面前看到這個男孩子 他六歲的時候跟他爸爸幹嘛 我這輩子一輩子最難用的旅行 就是我六歲的時候 跟我父親去的太魯閣喝那個金針湯 我覺得我爸爸好棒 我知道有一種花 可以忘記憂愁 這個六歲的孩子 跟我現在一起逛了非洲 原來我才意識到一件事情 是什麼呢 這也是他這一輩子 第一次離開他的孤兒院 跟著鏡頭 一起看這全部的地方 六歲的金針湯 讓李鼎想要找到這碗湯 如果找到 就繼續用這個名字活下去 如果沒長到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拍了一大堆回眸的照片 可是現在這個叫 六歲的潔力略的小孩 知道他的國家只有一條公路 然後他走那麼快的原因 每個人走那麼快的原因 是因為貧窮 是沒有交通工具 然後他知道自己是孤兒 可是他看到別的地方 都有孤兒的時候 都沒有爸爸媽媽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犯錯了 我犯罪了 台下剛剛每一個跟我舉手的人 你們都犯罪了 你知道讓一個六歲的小朋友 知道自己是個孤兒 跟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孤兒 有很大的差別喔 你們跟我一起 都想要用一個特別的方法 讓一個孩子去經歷一個旅行 然後告訴全世界的人 捐贈跟被捐贈的關係 可是我們都沒有想到 這個已經十幾二十個小時過了 你是一個再也不會回來的人 你到你三十幾歲的時候 你爸爸過世 你在一個吊橋 你發現很多事情 你再也不會回來的時候 你的憂傷都已經這麼強大了 可是你現在讓一個六歲的小孩 可能在十幾個小時之後 就會再也見不到你 而且他再也可能 沒有辦法做這樣的旅行 他還會繼續長大 剛剛你們都看到茄莉略的照片 我們在看他現在 看到最後一個孤兒的照片 你看喔 他依然笑給你看 可是他的眼神已經變了 你六歲的時候會有這個神情嗎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們用夢想喚醒他 茄莉略沒有關係 你現在我們趕快想夢想 你知道他將來夢想是幹嘛 要做一個司機 為什麼要做一個司機 因為就可以帶別人一起到非洲 到處去逛啊 就會像今天一樣有這麼好的旅行啊 然後接著我又說錯話了 你可以不要當一個司機啊 你可以當一個飛行員 一講的時候 又完蛋 你告訴他世界還有別的地方 可是那對他來講 都是到不了的地方 剩下最後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會跟他說什麼話 你再也不會跟他碰面 你會跟他說什麼 我並不是因為找到這個男孩 我才知道怎麼拍的 這部片的最後一個畫面 是電影最先的畫面 我就記得我一定要拍一個 我就是要拍 非洲的小朋友 就是追著你的車 說謝謝謝謝再見再見 你知道當一個電影裡面 或一個影片裡面 有這個小朋友 一直追你的畫面 然後一直跟你說謝謝謝謝 然後看到那個塵土飛揚起來 那可以讓多少的錢 在那一刻捐贈下去 你如果今天不做這個事情 你就跟那個拍蒼蠅的是一模一樣的 你會不會做 你會做 可是你也知道要走了 然後我就在車上 我就說現在開始 Row 跑 快跑 你讓那個車跑得比他還快 你讓一個六歲的小孩子追你 只因為你一定要拍到那個畫面 一直追一直追 然後我記得我們在車上的時候 在這之前的時候 他就一直哭 我們就跟他講安慰他 然後那個司機也升起了 就用非洲話說 非洲話跟他講 我想哇 講了什麼 你不能夠安慰他一下嗎 不用對一個六歲的小孩這個樣子 結果講完之後 茄莉莉就是下來 就拍那些招手的畫面 塵土非常壞 就看他一直追 然後我覺得我已經是全世界最殘忍的導演 但是我知道我必須有一件事就是面對 因為你知道他可能今天這一跑 可以造成更多非洲小孩子獲救 你就應該要這樣做 你該有個導演 該有的狠心 我那時候所有的價值觀是這樣子的 可是那個紅酒白酒的價值觀也都來了 到底什麼叫做差別 你不知道 我們把那個畫面拍完 再也見不到茄莉莉 我們要上飛機之前 剛剛各位在座所有的舉手人 都跟我一起參與了 對一個六歲小孩子的謀殺 可是他為什麼笑了 你會想要知道嗎 你會知道他為什麼要下來拍這個畫面嗎 是因為那個司機跟他說 茄莉莉 我也是孤兒 在非洲所有人都是孤兒 可是你知道嗎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這些拍攝你的大哥哥 大姐姐們 他們都哭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拍的時候 我們也都哭了 這個哭的時候他就說 你看他們都哭了 表示這些大哥哥大姐姐是愛你的 所以接下來他講的這句話 這是一個非洲的計程車司機 一個孤兒講的話 他告訴另外一個孤兒 這句話讓這個六歲小孩子 停止了哭泣 三十六歲的我 只想用一碗金針湯 去證明我還沒有活的價值 然後在每一次的回眸的時候 在每一個食物裡面的時候 我好像都沒有這個 計程車司機的智慧 各位知道我說的意思嗎 然後這個影片在當天 我們把他這句話放下來的時候 他們造成了全世界捐贈最多的金額